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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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始终不在当下看见 就算是不断地是 我怎么能可能是 我是干面少是 但是我怎么 我这个肉体还有这么多瘾 我心肝还有那么多叶 你始终这种韧气度 提升不起来 就是心里面始终是一个明显的感觉 我们的心气始终是虚的 心虚嘛 心虚是什么 你分别 分别善恶嘛 你有罪恶感 你分别你老觉得虚 但是要么你还鼓起劲来 我认了我认了 我似乎又熬起来了 因为你还在分别之中 要么就是我慢 要么就是凭倦 不是高了就是低了就这么遮 所以始终安住不在当下那一刻 我只是觉 没有什么东西可让我动 就是从觉开始修嘛 就是从觉修修修修 你进入圆觉的时候 所以说啥 你就在当下的一年 几千万节 几亿大节 就在一年节 就在所有的东西 都在当下的一年节呈现 所有的东西都在你的觉里呈现 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觉 那个觉是圆觉到它里边有光啊 或者是什么 就像大佛之神佛成道 那个光明 所有的东西都在你的光明里 没有东西 集外大节都在你的光明里 刹那呈现出 十方三世佛全在你的空性里 所有的佛都在你的空性啊 都是所有的佛菩萨都在空性里面 释泄 在你的空性里释泄 但你是无我的 你是空性啊 你不是有一个你在哪里 你也是如来 但是所有的如来都在这儿 包括比如说我成佛 那我是本身是色困不二的 那这也是个佛像啊 这是个佛像 那所有的佛 那你们也是我光明里面的佛像啊 你们只是佛像的视线啊 就是说你要安住在这个状态上的时候 没有什么东西能干扰到你 怎么可能有罪业 怎么可能有轮回 怎么可能有磁地 什么都没有 就是最重要的是 你能安住在这个状态 认知度 认知就是最高的界地 你始终安住在这个认知度 不动 就OK 你一分别就晃动 一分别 不是我们就是评价 一分别 一执着 就牵引出去了 一执着是什么 你执着这个东西喜欢 然后就取舍 喜欢我爱它 我取舍它 我要它 我占有它 然后一系列他就吃买一饭了 那就跑多了 那已经到轮回去了 一分别就开始已经晃了 一分别善恶 我不是高就是低 已经在那在那波动了 波动是看不起真相的 一波动你就觉得你是个反复 你不波动的时候 你是反复还是佛 你根本不用去考虑 一波动你就回到反复的境界 你一执着就去轮回去了 就是这样子 你就只能不动 空性 空性不能说是去修 或者什么 它只能不动 空性从不动开始 正如空性从不动开始 你只要不动 就OK 就是觉不动 然后慢慢慢慢一直那个觉 一直一直到你 觉 你只要不动慢慢慢慢 剩下的所有的一切就是 就是我在说 就是以患之患 法门就是 你只要不动 慢慢一切都如换 包括你自己的身心 包括外界的一切 到一切如换的时候 觉本来空 不是说觉消失了 是觉性不坏啊 觉性如虚空 你那个觉是如虚空一样的 一切外语 空虚幻的时候 觉性不坏啊 觉性是虚空 虚空不坏 虚空 先出不动 进入不坏啊 虚空不坏 那虚空不坏的那个就是你啊 不坏不生命的那个就是你啊 那就是个觉啊 这个时候就进入圆觉啊 圆觉就是空性啊 我们是我觉 是个错觉啊 当外界的 所有的诸元 所有的外界的 内在的身心脱落以后 剩下的就是一个觉 这个觉就叫圆觉 圆觉的时候 圆觉本身就是空性 觉就是空性在觉 就是我们的空性 空性就是觉 一切都圆 诸元 圆觉 圆觉就是空性 当你觉圆满的时候 六根圆满 知道吧 六根清静 你觉圆满的时候 觉变十几 变十方上相啊 变满法界 然后你都知道啊 你的六根变满法界 你的身口意变满法界 那个时候神通俱主啊 觉变满的时候 你知道吧 你的六根 六根变满法界是什么 一耳鼻舌生意变满法界啊 那耳朵怎么可能听不到别人的六道的动静呢 就是说从这个觉开始 从界地开始 觉变满法界的时候 你的六根身体的气脉 才能彻底转化开 但是要求觉而不动开始 这是最高的 圆觉境界嘛 圆觉法 将来讲 假外法法界不是 就是让你们修的 圆觉法嘛 如果不能从圆觉境界 那就修止观 从止观开始 如果不能直接切入圆觉境界 然后去 很多人其实直接就进去了 如果不能绝而不动 那就先修止观 你不能绝而不动 那就修止观 止观 止心万喜杂念 这只是一个工具了 你知道万喜杂念是止不了的 抽到断水水更有了 万喜杂念本身就是个坏景 你怎么止虚空嘛 只不过是相对亲近 就是进入一个亲近的境界 就是修止观 修止观 然后再往上修圆觉 最终还是要圆觉的 到最后还是圆照啊 圆照圆觉啊 绝照啊 绝照 绝进入了一个城市 然后气迈转化到 照的境界 明星以后就成了照了 但是最终 所有的所有的一切 最后还是要圆觉 圆觉法门 统设八万四千法门 就是你最终所有的法门 都要最后回到圆照的境界 圆照本来就是空性啊 就是观世音乐 照见无用皆空 到最后佛教圆觉嘛 所以一开始你学法 但是从一开始说 绝而不动 大家受益不太大 所以一开始再学法 就能 学完再修 因为觉是虚幻的 所以因为觉本来空 所以觉才能圆觉 否则它不能圆觉 你们那个觉就是空性 只不过是你们 因为执着分别 变成了错觉 变成了我觉 因为有我 所以变成错觉 被迁移 如果你不动 慢慢就进入真空 这就是说我一开始 就讲真空地带 如果你能不动 你慢慢就进入真空 从觉一直一直一直 一层一层就进入了 从不动开始 你要是一分别 一执着就进入波动区 光阴区 物质区 你就是迁移嘛 你的心本来就应该是在真空的 如果你认这个 我们物质区 这是个物质啊 是不是 假如现在这是个物质 气脉是个光阴 气脉是光啊 那你认这个气脉 这些东西 那你就在光阴区 那你 其实你的心被牵引在这儿 你会认这个 头影里边的 头影里边的这个主角是你 你如果不认 你不动 那就是不认 这三个 光阴区 波动区 光阴区 物质区 仍然在这儿 不是它不在这儿 但是你不动 你在真空地带 你安住在这儿 从不动然后到 就绝而不动啊 从绝 然后这个绝本来空 慢慢就成了原绝 绝本来是虚化 就 你通这个绝 慢慢地认清 这个绝就是空性 然后慢慢慢慢 就成了原绝 就开始进入了 就是一层层就渗入了 从界地上 一旦你误通了 就进入了 你不要动 就安住在这儿 你管它真假 管它虚化还是真有 不要管它是有的 还是空的 不要管它真的假 所以我在讲绝而不动的时候 我不讲这个绝是什么东西 我怕你找了有像 跟空像 要么找了什么 你反正就绝就行了 你有个绝在那儿 你每天都跟我说 我觉得什么 我觉得什么 我觉得都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昨天打着累了 我觉得我这两天超级很累 我觉得我很困 我觉得我昨天好像睡着了 连你睡着你都你觉得 我觉得我 昨天好像达到半小时就睡过去 你睡过去 你竟然能跟我描述出来 你觉得 还是你做了个啥梦 你也觉得 你那个绝就没生灭过 那个绝一直在那儿没坏过 没生灭过 没坏过 没有动过 就竟然没动过 你睡 你醒 你生灭 他一直在那儿不动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东西 只是这个绝 他认为有你四大的切 有物质区 光阴区 跟活动区的切影 你这个绝不能叫佛的圆绝 这就是说 不能说佛 圆绝就说 不能入佛的寂灭大海 圆绝大海 但是需要时间 你只要这样安度在那儿 慢慢就 世界就到了 世界到了自爱就开悟了 找到那个绝 你就找到了自信 接触不动 最大的都其实到最后就是 这个肉体 其实就是绝受啊 其他的还好看坏景 其他的就是外边说的做的 这些好虚坏 但这个绝受不容易啊 肉体的绝受啊 肉体对自己是切影最大 有痛的时候 或者病的时候 很难受的时候 这个肉体 心里的还容易把它关空 但肉体更难 所以切出色处 你就是关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肉体更难 但是你要是 从最高这里了解的话 慢慢这个色刻子也需要 因为你认它是个你嘛 你首先先认识了说 这就是我 如果你不认这个四大 地水火蜂是个你 你就按住在 它痛死痛 但不会影响你啊 你也逗你啊 但是你知道这个不是你 但是你只是被切影 因为这个不是你 但是你只是被这个幻境在切影 因为你这个四大是个幻境嘛 这个痛啊很痛 比如说 它切影你动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芥蒂在那说 我不是他 但是呢 我现在被他 被这个幻境切影 那么这个幻境 其实它的生生世世的幻境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认为这个 这个过去生很虚幻 我们会觉得是 老师过去生我们可以虚幻 你问我我没看见不知道 那这一世我们虚幻不了 是吧 其实生生世世是一样的 如果你能虚幻了过去世的信息 其实这一世也是个 头脑里面的信息 慢慢通过修也会虚幻 生生世世就变得是一样的 只是就是说你 但是这个界低调的 我这个是不动的 我本来就是在真空地的 我安住在这不动 那剩下这个痛的 痛的这只是一个幻境 但这个幻境是如此强烈的切影着我 那么我们就修这个幻境嘛 让它不切影你嘛 第一是我如果定力足够 那么这个幻境是切影不了我 那如果定力不够 我就比它转嘛 它一脱我就很难受嘛 是不是 它一不舒服 那么你知道很难受 但是你也知道这是个幻境 但是你就是破不了这个幻境 因为幻境是破不了 那么以幻自幻 知道吧 所有的法门都是以幻自幻 启用幻法 幻法就是什么 八万四千法 你就启用 念走词 走念佛 这都是幻法 佛说的幻法 那么启用幻法 甚至有药物治疗它 有药物也是幻法 就是说 其余各种幻法 把这个幻境消失掉 这个幻境也是可以以幻自幻 也可以消失掉 比如说他很痛 他今天病了 那么我吃点药 他好了 这个幻境就不在了 是不是 那我就不动了 所以任何法门 都是对质这个以幻自幻 那么你不动了 你最后安住在这继续修 但是界底要到位 你被迁移了 你也没问题 那很多 包衣区也有东西迁移 那个刮化身啊 什么迁移 但是你知道这是幻境 我是在这儿的 我的心是在这儿的 生生世世世 这就是这一流 生生世世世的幻境 我是 我的本来源头是在这儿的 生命的源头在这儿 那其他的对我的影响 都是幻境在 但是我被迁移 那么我就又 取用一些幻法 不断的以幻之幻破它 破了它 我就能够 为的是我能够安住在这儿 能够安住在这儿 继续往下走 继续一层一层 回归生命的源头 你本来就在那儿 最重要的是 你现在本来就在那儿 你不在这儿 这才是问题 如果你被迁移到这儿 你会很痛苦了 你要活在波动区 光业区 物质区 你就很辛苦 因为你的生命的源头在这儿 你离开源头 你会很辛苦 你不圆满 你会烦恼不断 痛苦不断 然后你生命没有目标 知道 很空虚寂寞 孤独 然后永远不会满足 心永远不安 因为你离开了源头 那么你活在一个幻境里边 你怎么可能安心呢 所以永远别人安不了心 我们人力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安心 就是获得其名利其余 你也安不了心 拼命地说想买个好吃 你买了个好吃 开上你又不安了 你又想买飞机了 买了飞机也不安心 住了别墅也不安心 赚了很多钱还是不安心 主要换一个物质 再去追求一个目标 这样以为自己可以安心 其实当你拥有的时候 你又不安了 你一旦拥有就不安心了 就是说为什么他不安心 因为他想一直 因为这些东西是坏劲 你怎么能一直坏劲而获得心安 所以只能 就是说我们 问题是什么 他想寻找的是这个源头 就每一个人想回到这个地方 真空啊 每一个人想回到源头回不去 所以在这坏劲里折折折 灯圈子 佛法就是告诉你 你的生命在这儿 这就是佛法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就是你生命的目标在这儿 你往这边看 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边 知道吧 看过来你就安心 然后回到这儿 剩下的佛讲了八二四千法门 就是对峙你这些幻境的 因为这些幻境不断的牵引你 生生世世你的 为什么这些幻境牵引你 你生生世世有信息啊 其实牵引你的是这些信息 生生世世 我们把它叫业力也行 你只要念头 一笔执着一分扁你就轮回了 在这个区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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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的在轮回 折腾 轮回就是折腾嘛 这儿折腾 折腾来折腾 然后说我们做点三十能折腾到这个区 我们做点二十就折腾到这个区 反正总是在折腾 就不正在这儿六刀三件六刀折腾 那么这个折腾是个幻境啊 你的 你本来的应该是在这儿的 这折腾 那么我们就有幻法对着这些幻境 因为不对着我们 我们开始是回不去的 我们会被幻境所迷失 所以把自己幻境灭了 我们的迷失就会少 我们就会安住在这儿 所以所有的佛法 所有的修行都是以幻置幻 通过幻法来置幻 然后我们安住在这儿 然后回归 就是这样 从正空地带 从菊尔部都开始回归 就是做飞碟 要是从物质区开始回归 你就是坐着独木船 我告诉你 那个船很慢 直接从正空地带回去 那就是飞碟很快的 离无上针等这就不远了 佛所的 甚至修止观 约绝是最高的法门 修止观约绝 你看圆绝经里面 说圆绝 统设所有的圆绝经 它是说统设所有的一切法门 一切法门从圆绝里面流出来 而且圆绝经一直的 就是说佛所成佛 所有的佛 一直的最最基本的 就是说它是在哪成佛的起步 起点 圆绝经一开始就讲说 所有的佛怎么成道的 它在哪修道的 它的起点就是自信 它不是在外边修 它不是说在中海 在广州 在哪这个道朝 道朝在这儿 所以的佛 以约造自信的这些东西 就是说在你的影帝 就是说本期影帝 所有的佛的就是说 你的起点在哪开始修行 入门的下脚处在哪 在你的自信这 是法华经 你的自信本来是 你本来在这 你本来在觉上 你要按住在觉上 你的起点就在觉上 你不能在幻境里成道 你知道吧 你一定要写出真空这儿 成道 直接回去 你在幻境里成不了道 幻境就是三层佛学 那些幻啊 那是幻啊 那是梦里边的事 就一定要回到这儿来成道 所有的经典到最后 全都说这一件事 包括冷言经 就讲这一件事 因为幻法太多了 大家问的全是幻法 我这都是这个光益区 波动区这些里边的事 那这些事是我的事嘛 都是都是因为有我 所以这些事 这三个区 都是因为有我 所以都是我的事 我的问题 所以大家问的都是我的问题 问不出无我的问题 知道吧 无我你还有什么问题 有我才有问题嘛 所以那有我的问题 全在幻境里面 所以幻境里面的问题 是没完没了的 就算是释迦牟女们坐在这儿 他也解答不完 就算他从早说到晚 他那些问题也解答不完 因为无 因为刹那刹那变化问题 刹那刹那生年 有无止境啊 那些那些法 那些问题是有无止境 所以重点是 你不要问那么多问题了 回到这儿了 暗住在这儿 你有那么多问题 是因为有我 所以怎么迫我 我先回到这儿不要动 你不要动暗住在这儿 暗住在月头不要动 从不动开始空掉 问题是 从不动怎么空 你会又问 这个问题就是 很好是你本来空 你知道吗 所以你不要怕 你空不了是他来空你 到最后他 那个空性来找你 不是你找他 你找不到他的 他来空你啊 空性自然会来啊 你只要不动 空性就在那儿了 空性就出现了 空性把你破掉 空性 因为你就是空性啊 到最后 你还能是啥 你给我找出个东西来 那个绝也不是 空性就来找你了 空性把你破掉 然后你就 你就开悟了 回去后没多久 又完了 你还是分别 分别就是分别我嘛 分别自我嘛 自我是如此的俗 自我 你给自己下电影嘛 把自己搞得说 一点不像个佛 哪像佛 一定是有一个 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如此的凡夫 他就这么做 怎么可能像佛呢 这就是分别念嘛 分别念 这些念头一起的时候 你确实是个凡夫 说句老实话 凡夫不是因为你 你没不够空 是因为你起了念 起了这些分别 你就变成了凡夫 这就是有一个说 佛在语言之后 还有一句说 坏剂怎么离 说知坏剂离 你坐在那儿 绝而不动 坏剂不是咋念来了嘛 说知坏剂离不做方便 这句话是什么 当你知道坏剂的时候 坏剂已经走了 知道吧 当你觉得这是个坏剂 说哎呀我有咋念了 那个咋念早就没了 知道吧 知坏剂离离 它已经走了 不做方便 你不要再加个念头 不要再加一个法门了 你不要再加一个 我要去坏剂的这个念头了 那是第二年第三年 那就是反复 休息 刚开始说 有咋念好 你一觉得 你一觉 其实这些坏剂已经消失了 觉得那一刹那 它已经把你空了 知道吧 它已经把你清理了 那个剂一出现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已经坏剂 已经把你清理掉 已经没有了 你不要再生气第二年了 说哎呀我怎么又分别了 我怎么又咋念多了 我都找个法门把它除掉 这就是又做方便 这就是又做方便 你又起了一个法门 你就砸你 这就是 所以一开始就不懂 还是绝 然后不懂 起来就起来 一绝它就没了 一绝就没了 一绝就没了 绝到时间 绝到很深的时候 那你绝的东西都是换 然后绝到深的时候 就是照啊 知道吗 到一定时候 它就成了照了 照是一组正量 就是说 因为你不懂 时间久了 有了定力了 然后生理气脉就转化了 就成了一组照 你绝有 绝生意起来 绝生意落下 绝生意起来 这是个动静啊 生意起来是个动向啊 生意下去是个镜像啊 你听啊 你听 听是文性啊 文也是绝嘛 文性是什么 也是自性啊 你只是从六根进入嘛 文性也是自性啊 也是空性啊 也是绝 然后你去听啊 这是个动向 这是个镜像 你管它呢 动静二小了不可得嘛 都虚幻嘛 你只是绝嘛 坐在那儿 但是你会分别嘛 但是你是训练 你不跟着那个 动静二小分别嘛 你只要保持在绝上 动静二小了不可得 你就进入了 不分别的境界啊 你开始你是分别的 你听起来知道 这是动 这是静 这是动 这是静 但是你只要不动 不要被它那个 不要起孽 知道吧 当动静起来的时候 你不要起咋孽 不动一孽啊 就是你的意识里面 不要起波来 不要去分别它 动静 动静管它呢 它动它静 但是你要知道你 当你在一听到动静 动静你很清晰 那是本能的分别 本能的分别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起验了 本能的起验 你只要不动 时间久了 那就本能的 本能的就会停下来 你知道 那个停下来 你身心都在变 都已经在转化了 慢慢就动静而下了不 没有太多的法嘛 不是说 哎呀我们再加个什么 再加个什么 前着不行感觉感觉感觉 然后坐在那 一个小时用了十个法嘛 你从一开始如果不动 那后边的就不用动 不用加是吧 是 第一个不行才加第二个 第二个又不行才加第三个 第三个又不行才加 所以无量法文说出来 总共也就一个 你不动就完了嘛 所以你们都是高人 就一个就够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